然後醬的部分的話 本來是 John跟Belee都是 罵完的部分是我負責 然後剛好Change過來的時候 是星緣 所以我們兩個剛好是換過來 盡高一支 對 還好不夠燙 要不然燙就到了 對 剛剛那個Fred的說 蘇瑩對兩人說沒有那麼重要 心裡在淌血 沒有 可是我滿開心的 因為這一次合作 沒有 你先不要急著講改言 因為你不一定會被帶定 我們先請老師們討論一下 哪一位要帶定 不好意思 我討論之前 我可以先問一些問題嗎 第一 我想知道說 這個主要你們兩個主導 這個菜單的開發 是誰的比例比較高 我們其實各佔一半 再來就是最後的調味 是誰拿捏的 因為面線的部分 最後的調味是行緣 但是我最後有幫他接手 勾芡的部分 所以芡姿的部分 我可能沒有拿捏得很好 然後醬的部分的話 本來是John跟Belee都是 罵完的部分是我 負責 然後剛好Change過來的時候 是欣緣 所以我們兩個剛好是換過來 要警告一隻 對 還好不夠燙 要不然燙就到 對 但是發現這個組合是 那個女生主導性比較強喔 我想問一下欣緣 你們兩位為什麼認為 你們應該留下來呢 其實我對做菜一直有熱情 然後一直有東想西想 可能是受到 小時候家裡的教育 對 這一組我懂得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 贊比較大的責任這樣 你不要哭 沒有 那一貞咧 其實我能來參加料理之王 我已經非常的開心 因為我是一個歌手的身分 但其實我以前 讀書的時候是學餐飲科的 所以我這次回來 我真的是感覺到 好像學生時代那種 做菜的熱情 對 也許我的技巧 不是那麼純熟 但是我覺得 我們兩個的磨合之下 我覺得我學習到很多東西 謝謝兩位